I lo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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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回来 是因为我这边比较厚 就是胸肌比较厚厚厚厚 62岁非常凶大的苦恼 但热搜被我美国籍身份高EQ回应 我当时在伦敦导演打了一个电话给我 他说菲老师我这里有个剧本我想给你看看 我沒想到他一發過來 就是三部電影的劇本 就是完整的瘋神三部曲 近年長劇英國的費翔再度復出 接拍大陸喜歡神話電影 瘋神飾演周王的他 以大鬍子造型先生 日前他到成都出席電影首映 被台下觀眾問到敏感的國籍問題 說得沒有錯 我父親是美國人 可是我很有幸的 我母親是中國人 所以我在一個身體 小粉紅表示對這個回答很滿意 情像好高 太會說話了 你們都說白虎是妖孽 但明明是祥瑞 只有他知道我要什麼 吃帥 費翔在電影中狂漏大 這件也讓費翔兄弟的苦惱 關鍵詞登上微博熱搜榜 這網友也在底下留言 我也好想體驗這種苦惱 哈哈身材太好的煩惱 這兄弟真是絕了 其實阿費翔曾偷漏為這部電影 下足不少功夫 我進劇組之後呢 就有三個月的非常激烈的訓練了 促興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情 畢竟我已經62歲了 現在 那個時候每天大概得兩個多小時 就是跑步還有各個方式 三點就起來進健身房 這是什麼樣的意志力和自立性 這是一個62歲的經歷軍 那您現在也保持著這種健身的習慣 我絕對不會想要受這種罪 日前她在電影展上遇見前女友 張君寧兩人同框合照 張君寧適合發文 曬出兩人17年前合作白色巨塔的巨照 直呼阿費老師 魅力依舊 你果真一點都沒變 是啊年過60的費翔 依舊保養的超級好 還是當年那個帥氣的不老男神 你的秘訣是什麼 你這麼多年一點變化都沒有 謝謝你太客氣了 我非常幸運能夠 很開心的過我的日子 然後非常投入在我的演藝的工作上 我覺得這種熱情呢 可能會讓我一直 有往前走的感覺了 但小不分網友認為她皺紋太多 一定要有皺紋嘛 不可能沒有皺紋啊 你62歲了怎麼可能沒有皺紋啊 我從來沒有去修過圖 連美人都不用 就是都是生圖這樣就發上去 可是呢我現在反而高興 為什麼呢 我希望的是自然的 像我的年齡一直在面對人生 面對我的事業 我覺得這樣子 我也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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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